詞曲 李宗盛 没有任何其他餐 不要定义 我只是那样说 我不知道怎么说呢 我明白 但是就说 持续很久 你持续三个小时 时间太短了 然后就腿疼了 然后这儿痒痒那儿挠挠 你持续不了太久 你所有的问题 起不了注意 就因为持续的太短 然后会怀疑所有的房 你必须持续久 才能形成力量吗 哪怕它是个吸气的力量 也没有哪个法门一定是什么 刚才我只是说 只是说比你们那些状态好一点 也不是它就是个什么 到最后所有的状态 都是个状态 所有的状态都是个幻境 只是比刚才那个状态好一点 因为这对状态没法讲 不知道咋讲 只是一个绝对的 然后没有别的 绝对没有 我答你 其实那个等的状态 连绝也没有 真的没有 因为他在那儿 你知道他等的一场那儿 他是啥也不想的 但是又不能说他发呆 难道你是坐在那儿 看着我发呆吗 你又有等又没有等的心 然后你又不是说 你要绝照 或者我有个绝在那儿 他啥也没有 他啥也真的没想 他就是问完问起来 停下来了 只能说就要停下来了 从问完问题停下来了 然后等我回来 就是这个状态 就是中间这个状态 停下来了 停下他所有的心 然后还要全然专注地在那儿等 但是他又没有等的心 就这个状态 比较好 只能说比较好 说最好 大家又早下 就比较好 OK 保持它15分钟 你保持不了2分钟 保持5分钟 保持10分钟也很厉害了 问题现在你打坐 不是鬼头就是乱想 要么就是烘尘 要么就是疲惫 要么就是发呆 都死在那些状态 但这个状态比较活 我去举个例子 就要比较你们那些状态 这个状态是最佳的入定状态 就是比较好 但是我一直不知道 怎么讲这个状态 这个问话的人 他在等的那个状态里边 上座的时候保持住那种 并不是说我从我的闹得流 我不是那个状态知道吗 不是说从那个里边没有答案的 你不是说从那个状态能提取出答案的 不是的 那个状态还是个入门的状态 真正的空定还不是那样的 你那种你现在提到 已经是真空生妙有的状态 但是你还不是 你那个是直觉 直觉啊 因为你就是 就这样子 然后慢慢持续持续 你就能进入一个 全然的状态 这个状态能进入游戏上面 或者定了 这个状态比较好 能清理一些分别执着 我持这种状态 你们持续追踪的话 会训练的 就是所有的状态都是训练 就持续去追踪一下 持续的 就是持续的再把 就是你假如丢失了 然后再去想一想 那种状态是什么样的 然后去找到的 找回来 找回来 然后再安住人 但是头脑绝对不能介入 你先找回来 找回来的时候 你头脑都不介入了 刚刚在找的过程中 你不是在介入了 你不是在观想吗 甚至这个状态 你没有经历过 你不是要观想吗 但是这个状态 我们很容易想嘛 讲个说贴人入地的状态 你想象不出来吗 你没借过吗 那这种状态你借过吗 你甚至能从周围的人里边观察 你也能想象它是一个 很恭敬的 很专注的 很无意识的 很期待的 又没有起心动念的一个状态 平时我们期待什么 我们是起心动念的 但这种事好像 你说空也没空 你说不空 它真是按理想 所以有点类似于发呆的时候 对 但是发呆的时候 你一般 你就还好像有时候死了 你没有什么期待的 但这个还有点期待 它是活的 发呆有一死 死在呆里面 就真是呆了 这个还近视于发呆 但是它 它真不是发呆 它还是满眼期望地看着你 它不是发呆 你不认为它未完 你问题发呆了 你不会给它下个地理说 你看这个人未完 我问题发呆了 你知道它在等 等你的答案 但是呢 你观察它 它没有期待的心 而且它也不刻意的 一定要个什么答案 平时我们 做事的时候 是一定要达成个什么目的 我要扫地 要扫近 要有个扫近的答案 那也是分别 但是它这个状态 它没有刻意的 一定我要一个什么答案 我打什么它都行 是不是 那是我的界定嘛 所以它既没有执着 一定要我答个什么答案 它也没有分别自己 就是它无孽嘛 它无孽的状态就没分别了 但是它还不是死在里边了 还不是说发呆 还不是哄愁 确然地停下来 假如把你的身心 当成一个汽车的话 它这个汽车 确然地突然停在那 我们很难全部停在那 又很专注地停在那 我们停下来 总是觉得我停下来了 还要给个概念 你能没停下来 因为你说我停下来了 那不是个洞啊 但是它这种状态 它是无意识的 如果总确地说 叫无意识地停下来 如果一定要拿汉语来描述的话 它是个无为的都行 但这种状态很难得 它捕捉不住的 一般两三秒可能消失掉 除非这个人真的层次太高了 而且很相应跟这个人 其实这个不一定问老师 他在其他的交流中都可以打探 就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但是他佛学的 他是容易 因为他有佛学的知见 容易拿佛学的知见来就知道 因为他经常打坐 还有他的 你一般人太熟了 恭敬心生不起来 恭敬心生不起来的话 聊天里边就太随便了 这个 因为他不是假如说很远的人过来 他问老师问题的时候 他是很忠重的 没有估计他很忠重 他问这个问题 你能看出他就很切碑很忠重 虽然有时候是假的 这个切碑就是很不慢 但是他还是很谦虚 因为毕竟问嘛 最起码在那一秒钟 他是有世界很谦虚嘛 所以就是很忠正的 就把自己放低了 然后很忠正 然后他还要观察这个老师看过来 然后他就说 我这个问题 老师你怎么看 就这一下他定住了 他脑子啥也不想 他就等着我回答嘛 但是他又没有期待的心 他也没有执着 要我回答个什么答案 因为他不知道我回答 而且我回答什么 他都能接受 你会发现 因为他觉得 除非我说的 他可能说实在超出他的意料了 但大概他就知道 这个老师不会怎么回答 因为他对你还是 老远过来 肯定是对你还是比较信任的 那个时候你可能 就因为他这种攻击狗信任 所以你可能任何一个答案都可能触动他 甚至你风马牛不相及的 说那只狗 他都会觉得 咦 他都会触动嘛 就像裁住那些主事嘛 但是 但是他刚才 他停下来的 就问完问题 他停动了一下 停下来了 他全然的 他甚至连呼吸你都 他不知道自己呼吸 他什么也 你会发现 很全然的坐在那 那个状态是最佳状态 就修行的最佳状态 很全然的 这两气圈停住了 头脑也不转 身体也不动 而且保持了一个恭敬 保持了一个专注 就是一种佛的状态 就是很全然的 就那种 空定的状态 活生生的 随时准备起荣 随时准备生万物 随时准备来起荣 随时要生妙 是死的 不是个死定 但是这个很难保持 比较很困难 就是你察觉这个 比较困难 然后你的呼吸就开始 粗重了 或者什么身体就 很快就动了 我说我有过这种状态 然后会害怕 每个人都有 会害怕 只是在坐电照 一个人碰到这种状态的话 对于是会心慌 坏怕 因为为什么不熟悉 马上就回到呼吸 对对 不呼吸嘛 不熟悉 不熟悉嘛 经常保持这种状态 现在大清广州地下修炼 现在人多的地方修炼 然后回到坐地上去复制 就考验了 其实我们是无我的 我们就是个各种状态 你就是视线的各种状态 你是无我的 你视线什么状态 都不重要 都一样 你去训练嘛 我们的贪嗔痴脉状态 还不是大家几千年修炼出来的 因为自我 所以修炼成贪嗔痴脉意了 是不是 因为自我要保护自我嘛 不受伤害 所以贪嗔痴脉意出来了 那几千年就把自己修炼 对那些状态太熟了 什么叫蹭 什么叫怒 什么叫恨 什么叫 你对那些状态 他一学就会 当演员 你说你学个财地的状态 他学不来 你说你学个愤怒的状态 他马上就愤怒了 他为什么那么会学那个状态呢 因为他太熟了 对那个状态 他迅速地复制过来 你说你学个打坐的状态 无念的状态 他不会 因为他不熟悉 所以也不是一个很难的嘛 但这个状态 就是很容易慢慢进入到 破风别的执着 有打坐 然后安住在这个状态里不动 安住 安住一直安住很久 让这个人心安住在 无念的状态 大家都有过 因为这个太多了嘛 这种状态都有过 就几秒的缺染 但很多人是杂念多了 别问话别乱想 视线不出来 我们要修订嘛 无念持续很久很好 但是呢 一般是无念的时候 我们一般没呼吸才会无念 只有很多人是一直杂念多嘛 我们无念怎么能无念 你一直在想 不是在分别静就是分别动 我静了我动了 我静了我动了 你一直在想 要么去定义自己是静的 要么自己是动的 要么定义自己散乱的 你怎么无念 你一直有个念头 这也就是说 有静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个静的念头 自己得到 你知道你静了 是不是 但那个知道就是 就是很多人在这个静 或者洞里边 它会分别的 就是它一定会知道 它就是说 从哪个状态都不是说 哪个状态更好 就是说你如果能在那个状态 无分别也可以 但是那个状态 很容易让你起心动力 很容易去执着静 执着动 你一直执着你是散乱的 或者一直执着你清静 你不是清静了 是你静下来了 因为你那个静静散乱 手心手背的问题 你是破分别执着的 你是个系统啊 你是个计算机啊 你是个系统 你其实破这个系统的 这个等于是在破 这个计算机的程序 你在破这些程序 就是我们生生世世 那些业力啊 或者那些空帮你的东西 就是那些程序的东西 你在破这些 就是说你用什么状态来破 用一个支界 或者认知来破 只要你一动 不管你认为你是散乱的 或者定的 你又开始 这个程序又在用作了 就是说你这个计算机 已经又开始了 这个人道的认知又开始了 你就又轮回了嘛 你要停下这个计算机 知道吗 那我一开始训练的时候 就这种无孽吗 这叫无我的状态吗 我知道我动了 我知道我定了 往那个制度上站 是不是对 旁观嘛 我了解我定了 这也是一个二元分别 这是个法门来的 但是这个 这个法门不如刚才那个快 你知道吗 这个也没问题 但最终你还要破个 关于闭关者嘛 我是个旁观者 我看着自己 静了动了动了进了 是不是 那你是个旁观者嘛 那最终关于闭关 还是一个嘛 你还得破嘛 刚才那个是 刚才直接没关个闭关 直接全破了嘛 已经直接出第三步进入了 你既没有个关的 因为你没有起心动念 既没有定义自己的敬意 也没有定义自己的动嘛 无我的状态嘛 刚才是 没有你自我参与嘛 就刚才那个 对 无孽无我 关都不用 对 关跟不关都不用 连绝都没有 绝而不动 还有个绝嘛 这就直接安住不动 你甚至都没有起心动念 你都没有定义 说是我在那等 你什么都不想 就那刹那那一瞬间 但是还有个存在的感觉 你那一念没有 只是我说你是 你在那 你那一念是不想的 因为你在 因为你的 你的专注力在 在那个问题上 如果有的话 一定是只是 有一个问题还在呢 而且是你说过的问题 已经是过去了 过去心了 那个过去心 还不会影响 就是很奇妙的 就是你过去了 就要夜过 夜过场 过去了 不留痕迹 你问了 然后等我答案 你还不是 但那个时候 就这几秒之内呢 你是没有觉得 你存在的 那就是当下 当下 那也就是当下的感觉 其实这个状 只是一个状态 并不是觉得 他就是个成道者的状态 也不是 但是这个状态 你持续下去 就是修行到一定 有收获 保持 而且你从其他的状态 进入的时候 你到一定时候 还是这个状态 对还会回到这里 你要直接能进去 就直接进去 就多拐个弯 多破来破去 你绕弯弯 你知道吧 装呼吸 关念头 对 都是 最后还要到这里来 还得到关关关 就像你念佛号 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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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到不念而你还不得回到这儿 一样的 你还能保持 只不过是你通过那个进入这个的话 这个状态就如如不动了 你练练练就能如如不动了 现在问题是你动嘛 你这个状态会丢吧 你这个状态会丢吧 没关系 没关系